这应该是刘德华最尴尬的一次 当蔡康勇上前采访时 只见刘德华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真的以为每一次都以为是我的 可当想象宣布的那一刻 刘德华却露出了极为尴尬的笑容 相信此刻他的内心一定是无比的复杂 因为没有人知道 就在刚刚结束的金像奖颁奖礼上 他一定输过一次了 第二十二届香港演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 2003年一部无间道让刘德华和梁朝伟 同时入围了金像奖和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 可让谁都没想到的是 刘德华这一次不仅输了 而且还输得很彻底 因为他在同一年被梁朝伟打败了两次 其实他们二人就像是一对天生的冤家 他们不仅拥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 还同是香港无限训练班的学员 但媒体却总爱拿两人进行对比 只不过输的那个人总是刘德华 2004年两人在金马奖的颁奖现场再一次相遇 这一次二人不仅被安排坐在了一起 并且一白一黑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刻刘德华看似轻松的外表下 却实则暗藏着一颗不安的心 因为他现在面对的这个对手 是他曾未战胜过的 当在等待宣布奖项的那一刻 只见刘德华躁动不安的身体一直在左右乱晃 直到刘家新念出他的名字后 他心里的那块石头才终于落地 刘德华 刘德华虽然表面上看似风光无限 但却很少有人知道 自出道至今 其实他的演技一直都受到过很多人的质疑 因此这个奖项对于他而言 不仅仅只是一项荣誉 而更多的是对他演技的一种认可 我以前以为我很惨 而且我知道大家给我颁这个奖项的时候 会压力蛮大的 因为要大家认为我会演戏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 但是以后我的演出不会让你们难看 谢谢